老爺 老爺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会连累你的 李老爺 我们这里牢牢少少 谁没有吃过你本场国药的人 大家都知道你是被冤枉的 尽管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良心我们还是有的 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说 我去给你们方场 谢谢你 谢谢啊 不用谢 老爺 老爺我对不起你 我不应该放回兄弟 可不应该逼走他们父子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还提他干什么 来 起来 递上来啊 老爺 少先 他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是我和菊和 找回来顶替的 我已经猜到了 您知道了 我只是不愿意相信 罢了 我不是你 这个家 能够走到今天 已经很不容易了 老爺 老爺即便要我李济宗绝后 但我只要有少贤孝顺 这样 我也就知足了 可是 可是老爺 你也捉弄人呢 这个少贤 居然最后 站在我的队里面 老爺 您看看 认不认得这上面的字迹 这是少贤写的 昨晚就是少贤把我给救出来的 少贤 他是给人逼的 所有的坏事 都是菊和和东洋鬼做的 菊和还杀了秀娟 杀了隐所 什么 混蛋 老爺 这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我而起的 如果当年 我没有逼走身怀六甲的羞权 就不会发生接下来的事情了 我才是罪恶之源 罪不可赦 就不能全怪你 这是我自己做的孽呀 老爺 你别这样 我现在就出去跟警察说明所有的情况 你放心 您出狱的那一天 就是我把命赔给秀娟的那一天 等等 你就是把命赔给秀娟 她也活不过来了 我 我现在是不想再死人了 老爺 好 你现在不要去找警察 时机未到 可是 我担心他们对你下毒手 也许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记住 你回去后的第三天 告诉金巧 把我书房里的谈语洗干净 原来是刘居和勾结东洋人陷害李基宗 这个畜生 他畜生都不是个好畜生 李基宗为了保住秘方 连命都不要了 好样的 亲家 亲家 咱们可得帮帮他们呀 该帮 是啊 打断骨头连着筋 我们都是亲家 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兄弟 看你的了 嗯 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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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我已经按照李老爷在密信 找到了李大帅 明天我们这样 没问题 大家同心 习丽兰 秀兰 三天 我翻遍了这里所有的书路 找遍了这里所有的角落 怎么会没有呢 回忌先生 您看 这会不会是个圈套 我看算了吧 没有秘方 本草国要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整个中国 池兰是大日本帝国的 我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撬开那个老东西的嘴 不给他动动刑 他是不会开口的 我现在就到警察局局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你来干什么 滚开 我不跟狗说话 好 那么金桥小姐 是来找我的了 咱们俩做笔交易 愿闻其想 我把秘方交给你 你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好 只要你给我秘方 李老爷的冤情 我一定给你解释清楚 好 跟我来 跟我来 有规矩先生 他这是 米饭在哪里 米饭在这儿 你先说 说了 就给我 我们中国人 不做这些下三滥的事情 说了 米饭就是你的 其实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 经济间谍 米饭 如果没有你们内部人帮忙的话 我是永远得不到秘方的 这位 李老爷的小舅子 就是他 私运鸦片 指使李少贤 指使李少贤 往你们的虎门戒烟碗里面 参加鸦片 就是他 栽赃陷害你哥哥的 规矩先生 你 你不能出卖朋友啊 你这种人 也算是朋友 你 顶多算条够而已 你 金家小姐 秘方可以给我了吗 军院长 好 好 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叫天怒人怨 鬼人身上冒鬼火 哥 你敢戏弄我 你不想活了吧 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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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啊 带不出来 我就快撞烈牺牲了 中国人的地毯 其中野狗撒野 厉害 真厉害啊 刘居合 这座崽子 和药涵我都交给你了 你该知道怎么办吧 没人啊 给我把他们干出去 真是不要脸 你们给我听好了 今天谁要抽这个家伙一大嘴巴子 我赏一个银元 谁要打掉他一颗梅牙 我赏三个银元 我再赏三个银 这要打下去 岂不变成猪头了呀 而且呀 还是叉烧猪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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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妃 哪 annot 完全 倒 倒 倒 还看得眼睛 还看得眼睛 你不想说些什么吗 鬼己一郎 你的病好了 我的病要是不好 我能够抓住你的狼尾巴吗 晚一 给他说说 经过湘雅医学院化验 樱花排戒严碗含有马飞 而马飞的主要成分就是鸦片 虽然说人在吃的时候 确实会产生 止痛和缓解咽咽的作用 但是 也会产生更大的依赖性 就像吸食鸦片一样会上瘾 看来 只有鱼死网破了 杀 家宝 最大金只 罪打杀门沉 好 罪打杀门沉 好 罪打王八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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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来 新来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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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走 这个亲生儿子的命还要不要 要跑 你 要跑 我的儿子 老婆 老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一命还一命 你 什么 天啊 不会放在这个鬼子 老公 立即走 老公 你不闪端子 绝生 你就放我走 鬼子一狼 还我西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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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去了 姑奶奶 你客服的水平 可是与日俱增啊 跟我斗 贾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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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没想到我误打误撞 给新兰找的老公 竟然是李老爷的真公子 你这还叫误打误撞啊 你分明是故意的 这开头虽然不是很好 可是 这结局算是大团圆哪 你给我闭嘴 都这个样子了 还大团圆哪 这分明是一场悲剧嘛 是 我对你说 你 diciendo 对 不 就 对 老公 很 沃 感谢观看